如果今天我站庄 我站了三十分钟 我发现我鼻子有点胀 我头有点晕 但是我也没练错呀 我用的是顺腹式呼吸 你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站立混圆庄 保持身体中正 你站三十分钟 不足为过 五十分钟也有人在站 能站庄达到五十分钟以上的同学 你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看看有多少同学 已经达到了这种水平 但是三十分钟 你都鼻子上头晕 这直接说明一个问题 你是在练鼻腔 你把蹊跷练紧张了 练习站庄运用到的是 逆腹式呼吸 逆腹式在哪里 以丹田为核心控制鼻子 逆腹式呼吸好的方法练习 可以让你的呼吸更加的绵长 更加的丝滑 学好站庄 不懂得呼吸 那好像就是您吃饭没有菜一样 没意思 大家多关注 我会逐渐给大家讲解 逆腹式呼吸的原理 今天先告诉大家两句话 吸气小腹内收 呼气肚子鼓起来 帮助你激活丹田 启尘丹田 我会逐渐给大家订阅 我会逐渐给大家订阅